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神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叫做土匪狂想曲 土匪狂想曲 怎么会想到这个题材呢 因为以土匪作为题材的影剧作品很多 中国大陆以前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搞了一个样板戏 里面有一出叫做自取威虎山 自取威虎山这首京剧也拍成电影 主要是京剧版本的 里面有杨子荣的身段 所有的pose都是京剧的动作 很威武而且英勇 那这边有些台词挺有意思的 自取威虎山这个故事 是来自于一个曲播写的小说 叫《灵海雪原》 这个杨子荣是真有其人 但是那个故事是虚构的 故事没有那么曲折了 那我今天就要讲说 因为座山雕这个人 所谓崔山爷这个角色 他本身就是一个土匪 而且那个崔山爷是在那个土匪群中间 并不是什么 并不是那个扛把子的 他只是一个 大概三流角色吧 在那些土匪群中间 因为当时的土匪 东北的土匪分布很广 那等一下我们顺便来讲一下 台湾以前也有类似的这种叫做长白山上 那个我们等一下我们再讲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 自取威虎山的时候京剧 如果不会唱京剧的人 可能就得不到中间的快乐乐趣 因为那毕竟是有一点年纪的人会对那有兴趣 大概四十岁以下的人可能大概就对那个没兴趣了 我是1955年之神今天64岁 所以我对那个京剧还有点感觉 那再来就是他表现手法滑雪啊什么那些场景 都让人觉得耳目一新 那香港导演徐克 他图画奇想 他用3D来拍了这个 把这个自取威虎山啊 重新再演绎一次 那他这次演绎的就加工加料嘛 然后还有那个剧情也 也把他那个背景各方面 他通通都做了做了那个 重新的排铺 徐克是一个天才哈 他这个广东人讲的是满口广东话 广东腔的那个话 可是他因为进了中国大陆之后 看到很多南强北调之后 他拍出来的东西啊 就很有一种异国风味 所谓异国风味就是 你用他国的眼光来看这国人 所以你就会有不同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感觉跟想法 比如说他拍的武侠片里面哈 那个那个那个这个那个叫什么 呃 以天屠龙戒 不是以天屠龙戒 我不知道是以天屠龙戒 还是色调英雄传 反正里面有讲的啊 还是什么 我现在我现在记不起了 反正那武侠片里面 他讲的那个那个云南那边的哈 云南他用那个口音的 蓝凤凰啊 坦菊啊 这个在台湾现在一贯道的那些信徒们都喜欢用用那个 那坦主他们互称叫坦菊 就是因为这个电影来的哈 蓝凤凰 蓝凤凰啊 他都是用那个云南贵州四川 部分湖南湖北那边有一些枪很接近的 就是这样的枪 他懂 徐克很懂得运用这个方言的趣味哈 虽然他讲的满口广东枪 那他有他的那个 他的美学 像武术的美学 一下把人打穿 人家两个人相错过去之后 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穿透过去了 那个像猪之类的 这些特效镜头啊 都是他想出来的 那这个自取卫补山 这个徐克的版本 我觉得挺有趣的 当然啦 因为你要这个剧里面最精彩的部分就是 就是杨子荣要怎么上山去投靠嘛 这里面就要有一些切口 其实这些切口哈 他的意思并不是真的那么明显 比如说杨子荣一上山他讲 他就先去开场就讲了一句话 因为他被蒙面带上去嘛 他不知道 现在已经被带到那个 那个飞窝的这个中心地点 总部了 他就要开始发话 西北悬天一朵云 乌鸦落进了凤凰群 满屋都是英雄汉 谁是君来 谁是臣 这个 因为他等一下如果被人家识破的话 马上就三刀六眼千刀万寡了 马上就变成碎肉一堆了 但他要先放话 然后那个对方就讲 对方那个试探他人家 甩个腕儿 然后他讲着 烧干过慢 就是他的姓氏 人家问他甩个腕子吧 你什么混号 然后他就讲烧干过慢 他就姓胡 烧干了嘛 恒在这 哪个三头 这个其实就在台湾会讲 你哪个道儿生 哪个道儿生 他就哪个三头的 正赏武士说话 言嘛 言武 姓许 谁也没有家 就是许大当家的 三头 这都是暗语了 这个暗语如果说江湖人 真的能就这样子沟通的话 那也真是天才 因为大家又不是同一个学校出来的 也没有受过同样的密码训练 灯空柱 马号 看马官 副官 胡彪 他就抱住他的腕子来了 干啥 说了三门 说个三门 他房上没有瓦 他房上没有瓦 就表示他这个 不说实话 然后他这个 这个叫一讲 各位老大 列为三门 出道三门 请多多包涵 然后接着人家就开始 对他发话 下面那一句是那个 那个京剧的样板系的那个 灵海水云 那个自取渭虎山就有这句话 就是经典的句话叫做 这个天王盖地虎 然后他就要回答 宝塔 正和妖 天王盖地虎就说 因为这个 这个好汉 这个 强龙不斗地头蛇 这个在地的 你敢来这边闯这个三门 就是你表示你有胆量 他叫宝塔正和妖 我这样子就冒死上来了 干啥 干什么的 正常不说话 谁也没有家 这又是回复到 刚刚的姓许的那个 那个许的 许当家的 脸红什么 精神焕发 他一 就人家试探到 你脸红了什么意思 你可能害 你可能讲了假话 心虚 结果他回答说 这个精神 精神焕发 他说 咋得又黄了 防冷的涂了霜 涂了蜡 面霜 咱们说 你是许里长的人了 如果不是 你就插了我 这个插就是 干掉他的意思 宰掉他 然后他就叫他搬碗 搬碗浆子 就是上酒 这全部都是江湖好汉的说法 投铁金箭 投靠您的摇 只等我们请 这个我觉得徐克的这个版本挺有趣的 他里面的讲的东西 那个 又穿的大帅服 这些 其实都是都有很讽刺的意味在里面 那这个 这个坐山雕这个人 叫崔三爷 他其实本性也不姓崔 三爷只是他的一个混号 那真正有真正的坐山雕这个人也没这么伟大 是不是有坐山雕这个名也都是个问题 但是有这个土匪 而且有杨子荣 真的破获他了 是把这个坐山雕骗到了山下面 然后被他们这个 埋伏的这些那个政绩队的人 把他逮捕了 而且坐山雕也没那么庞大势力 庞大到什么程度 在这个徐克的这里面 他他还有军火库 还有什么样 然后他还想要这个 想要 想要这个 跟别人对抗 要想要接受国民党的招安 因为杨子荣是共产党的那个侦察兵 最好笑就是这个电影红了 红了之后 山东卫视 居然他又他又拍了一个 拍了一个连续剧 电视连续剧叫做 林海雪原 他中间也是 也是抄袭了席克的桥段 我是觉得 我今天讲这个说 土匪狂想局就是什么 就是人家已经有玩过的东西 你就不应该再玩了 这个就是人家玩剩下的 你这捡起来用 这个违反艺术创作的 这个 规律 不成文规则 如果你玩人家 第二就是炒冷饭 那这个徐克在把那个座山雕的造型搞的那个造型 穿着那个毛茸茸的那个衣服 然后那个阴沟鼻 然后秃头这些种种的造型 其实那个 他的那个造型 如果各位对造型很敏感的话 你会发现到 那个造型其实很像什么 很像那个蝙蝠侠里面的那个企鹅人 企鹅人就是类似那个造型 那个脑袋缩到肩膀里面去 那个样子 然后非常诡异的 然后非常诡异的 那个鼻子 鼻子樱勾到非常夸张的地步 然后头凸的 然后头凸的 那个样子就是那个 蝙蝠侠里面的 企鹅人的那个造型 如果各位对造型敏感 可是山东卫士呢 又再度抄袭了这个徐克的这个造型 徐克的山本是有很多美术设计啊 什么玩意儿 包括那个山的形状啊 什么各种造型啊 他们有他们一整套的这个设计的这个 这个这个案子 可是山东卫士这个 我是觉得做的就粗糙多了 因为实际上 这个座山雕 叫他们这种土匪啊 他们住的地方是这种 这种帐篷啊 我们到初中的时候 那个 那个露营的时候 就用这种帐篷 最简易的帐篷嘛 人质型帐篷 这种在东北的地方叫做马架子 马架子 就很像马鞍的那个 几根嘛 一二三四五 五根 五根棍子 不管是竹竿还是棍子 支起来以后 然后上面铺个雨棚 那东北的地方因为有雪嘛 所以用雪旁边盖一盖这个 那那些土匪其实就住这个东西 因为他很好拔营嘛 一拔营几分钟就拔好了 然后就上马就跑掉了嘛 马贼都是这样子嘛 包括张作霖以前刚开始起家的时候 做土匪起家 做马贼起家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嘛 那其实我是觉得说不管是山东卫士还是这个 徐克他们都有都有隐隐约约的在讽刺这些马贼 包括张作霖在内啊 东北王张作霖在内 那那个 徐克的那个自取威虎山里面 他的那个坐山雕的意思就是他想要勾结日本人 然后想要得到一些好处 然后还有再什么 还要勾结国民党 国军 但两面要受好处 因为他已经被封为将军了嘛 实际上国民党对这个土匪的授予啊 都是都是都是临时授予 而且给枪给粮 剩下就是你们的 你要你自己去招兵买马来来打 敌于外务 以前是对付日本人 在运用了这些这些土匪 确实是用了很多 也用了黑道人物 像那个青帮红帮红门 他都被都被他利用过 都被 那个 国民党利用过 那实际上他们住在那种地方 根本不可能搞什么百姬宴 而且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百姬宴是因为要庆祝这个坐山雕六十大寿 我今天六十四岁啊 那坐山雕已经老得那个样不行的样子了 结果他他还要庆祝六十大寿 我五十六十我都没有什么没有庆祝啊 出茶淡饭的就这样过 那 我觉得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什么 在山东卫视里面 他最后是他生日的时候 庆祝他生日的时候 居然是送给他一个 一个刨 刨福 什么刨福 就是那个大帅的福 我每次看到那个讲到中国近代史里面 讲到 讲中正 讲到那个袁世凯 讲到孙中山 还有讲到张作霖的时候 还有一些其他的军阀头子的时候 他们都穿的那个欧洲那种 有肩碎的啊 有那个 有肩饰啊 然后还有穗子 这种军服在中国实际上没有出现过 那纯粹是一种礼服 那种礼服是在 纯粹是从外国引进 然后找了那些 据说他是用金线做的啊 那穿这个衣服里面 穿起来最挺 最挺薄的 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就是蒋中正 蒋中正因为身材瘦长 所以看穿起来特别那个 而且他上挂了袖带 然后再挂满了勋章之后 就特别的那个雄壮威武 但各位各位有没有发现到啊 这个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这个德国的纳粹党的那个党魁希特勒 希特勒他常常在在公众场上穿军装出现 可是他穿的军装里面 第一个没有挂阶级 第二个只有一个黑十字勋章 剩下的什么什么勋奖章都没有 因为他没有挂这些勋奖章 他没有挂什么青年白日版的勋章 或者什么什么勋章 所以他的将领啊 注意看二次大战的那些纪录片 他的将领不管空军 或者是陆军或者是海军 他的将领里面 几乎都没有挂勋奖章 顶多挂一两个那个资历章而已 为什么 是因为希特勒本人在军中的时候 他以前士官 他是一个士官 他在一次世界大战 他是一个士官 后来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他失业了 因为裁军了嘛 他失业了之后 他实际上 他就一次世界大战 他就得到了一个十字勋章 因为他有在战场上曾经有过 有过这个实战经验 那他只有这一个这一个徽章 剩下他没有任何的勋奖章 因此他的那些将领都基本上都不带 而且在二十大战打了这么多 这个德军跟这个盟军 打了那么多次战 可是没有说打了哪一次战 之后就送了 来赠送一个什么样子的勋章什么 那只有低阶的军官 比如说飞行员击落别人什么 他们就给他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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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勋章 给他一个这样 只有这些 因为飞行员的这个围在旦夕 可能昨天才击落人家 可能下一秒钟就上去 上空就被人家击落就死亡了 所以他们的勋奖章对他们的是有 是有很高深的意义在 可是像希代勒这样子的人 他不需要 那些将领也不需要 因为战争不是他们亲自去打的 但是那个像张作霖这种马贼出身 也没读过军校 也没有那些 而且那些民国初年那些军阀门 没有一个人读过军校 可以这样讲 那这些人哪里 你要穿军服都不像军人了 土匪嘛 这是土匪的这个阶段 你怎么样去穿上那种 那种所谓的将军服 或者是大帅服 元帅的那种军服 那种军服是完全成礼服 所以我看那个山东卫视里面 在那个百姬宫的时候 也就是那个座山雕过六十大寿的时候 他庆贺的时候 杨子仁送他的一个大礼 就是一套帅服 元帅服 各位也可以看看 中国近代史里面那个张作霖 就是张大帅 东北王 他也常常穿的那个衣服 出现在公共场所 实际上张作霖不认识几个字 他是一个土匪出身 马贼出身的 可是在那个动乱的时代里面 他居然当了国防部长 蒋中正时代 他当了国防部长 他也做了这个北方的统一 可以说他有做相当多的 而且在东北的建设 成立了那个大学 像那个哈工大 哈尔滨工业大学 还有很多这些建设 他做的东北人 对他是举大拇指称赞他 可是他是一个马贼出身的 目不四钉的马贼 因为他的这个知识有限 见识有限 所以他要取个三七六切 因为他的思想跟不上来 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土匪的那个 只是他运用了相当好的幕僚 那些幕僚给他建议 引用海外归来的这些学人 然后引进很好的这些文官 这个武将 所以让他充实了他的这个阵容 使得东北被他统治 不能讲建设 被他统治的相当好 当然同时的满洲国 满洲国那些东北人 生长在满洲国里面的那些东北人 他们认为日本人才是真正建设者 这我在日文的日本语的去谈里面有讲 我在以前的老师就是 他就是满洲国人 出生在满洲国 然后一直到他成年人就业都在满洲国 然后二十大战结束之后 满洲他们被遣返到日本去 在日本还生活了一阵子以后 再回到台湾来 那就不是回到大陆 是直接回到台湾来 然后在台湾接续他后半段的生命 这是东北的那个部分 所以实际上那些土匪 都是住的马架子里面 没有说什么 好OK 这是 这个是那个大陆的状态 就是 就是那个山东卫士 他是直接用那个原著的名字 叫临海血缘 但是内容改了 因为他还加了百姬验 原来临海血缘没有百姬验 不可能有那种场面 你想想看 你住在这种马架子里面 你怎么可能去搞那些东西 讲到这个马架子 我刚刚讲说 我初中的时候的那个 露营的时候 童子军露营就是住这种东西 现在当然改良很多了 现在有很多种新式帐篷 但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 台湾的军队 那个陆战队 就是住这个 因为他们常常要行军 常常要到处演习 所以他们在我们学校操场 就搭这个 搭这种帐篷 在野地里面 野营都是搭这种帐篷 所以其实实际上 我认为搭这种帐篷 没有什么好可耻的 因为它就是最简易 以军队的立场来讲 要简单朴素 迅速确实 所以这个马架子实际上 就是土匪的专用 那土匪用这个东西 你怎么可能把它摆鸡燕 一只鸡燕没有 而且土匪的编制 不可能有那么大豪华场面 所以那个徐克夸张的 从那个自取威虎参照 又夸张的表现 夸到了 几万倍吧 然后再来 山东卫士再加以接续 接续某些场面 当然它也有它添料了 它加料就是讽刺 这个做山雕这种土匪 想要那个杨子仁送他 那一套大帅符 他觉得哇 就是他心中想要的 实际上这些土匪 哪有读过一天军校 哪有任何军事训练过 他们说枪法神准 那也都是传说 真的有多神准 因为你要枪法神准 你必须要常常练 要浪费那个 要用很多子弹 你的子弹有那么多 可以用吗 可以练习吗 这都是问题 你怎么补给 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 在中国大陆在搞这个 样板戏的时候 台湾那时候 有一个电视台 台湾电视台 只有一个电视台 你们 我记得那时候 我读不知道是读初中 还是小学六年级吧 那初中初一吧 台湾演过一个连续剧叫做《长白山上》 《长白山上的好儿郎》 吃苦乎乃老 不怕冰霜 发木财神 肯大黄 摇马了 老山林了 大连忙 摇马红海 黑哟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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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实就是太平鼓舞 这东北人的那个小曲里面的太平鼓舞 东北这一类的曲子多了 多了去了 所以我们很少听到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之后 就朗朗上口了 你看这个几十年过去了 可能有五十年吧 我在现在还会唱 五十多年了 我在现在还会唱 就是因为这样 然后再来 因为那个剧里面的人 都穿的那个毛皮嘛 台湾热得要死 要穿那个毛皮 在摄影棚里面 一定他们 我想一定把他们都热热热啪了 然后再来就是用那个 保力龙吹的那个 吹得像雪一样 他们还要很冷 再来就是他们戴的那个粘帽 那个皮毛的帽子 我们因为不知道 那个帽子叫什么帽 因为他那个 东北那边的人 他是在户外的时候 很冷的时候 他要把那个帽子这样 放在这个下额这样打个结 再冷的时候 就把上面这个再翻下来 挡到脸 那那个帽子 我们以前不知道它什么名字 所以我们叫那个帽叫长白山帽 长白山帽 这都是因为那个电视剧的影响 那个电视剧以前写的 让我们觉得很精彩 因为它里面也有很多切口 比如说你罩子 你把你个罩子给我放亮一点 不然老子让你三刀六眼 有去 有来无去 等等 都讲了很多那江湖黑话 那那个长白山上的剧本是谁写的呢 是这个人 叫做田园 田园 这个已经去世很久了 田园写的 我很惊讶 他其实他是一个多产作家 在四十几岁以前 他就写了很多的 他是东北人 因为他根据他以前 那个道听途说的一些经验 就把那些那些故事编串起来 写过很多的小说 那这个几乎他是一个 电视连续剧的长虹这个作家 他写的很多小说都拍成电影 拍成电影或拍成电视剧 那中年光是讲这个土匪的 至少就有两部 一个叫叫做红胡子 胡匪 我们以前叫那个东北那些人 叫胡匪 是因为他们都落山胡子嘛 落山胡子 那好像没有落山胡子的人 都不能混江湖这样子 那那个那个里面 在台湾那个长白山上 我不知道这个田园是不是当年有 因为当年两岸是封闭的 对立嘛 大陆在演这个 自取威虎山的时候 田园有没有看过 不知道 但是几乎大概是同一时间出现 台湾出现的长白山上 我在现在来回想回忆一下 仿佛有很多东西 很多事情不是巧合 而是是某种 某种不知道的原因 比如说中国大陆在封那个阿斯玛 在封那个三哥那些 那些三哥音源那些 邵氏公司就演了三哥音源 演了很多唱三哥的 唱三哥 你看我们小时候看这种电影看太多了 那记忆深刻 那时候没有看过大陆的 然后之后 两岸开放之后 我们看到大陆把时间对起来一看 发现到哎呀原来是这样子 比如说梁三伯与朱英台好了 是因为它是黄梅调 那黄梅调是改自于什么黄梅系 那黄梅系里面的梁三伯与朱英台 就严凤英他们就演过 严凤英王少访他们就演过 在大陆就轰动 可是香港的邵氏他们把梁三伯与朱英台 他把那个剧本改了 改了他用的那个段子是什么 用的折子是用的什么 用的哨星系里面的折子 所以连那个 安徽那个黄梅系团 包括湖北黄梅系团 来台湾的时候很惊讶 说台湾人随口就可以唱黄梅调 我们叫黄梅调 其实是黄梅系的唱段 唱腔 他说台湾比大陆还要风靡这个黄梅系 但是他们看了林波乐地演的 那个李汉祥导演的那个梁柱之后 他们发现到不是他们的传统版本 传统版本没有那么长 没有那么12个折子吧 传统的好像 传统安徽的黄梅系 好像只有6个还是8个折子 所以他的那个最后最后最后才知道原来 原来这个折子 剧本是是改制这个绍兴系的 但是唱腔是用黄梅系的 这就是两岸的这个有趣的地方 那那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个 这个其实关于土匪狂想曲 各位看那个斗志 斗志也就是土匪狂想曲 还有我们现在看那个中国近代史里面讲到军阀歌剧的时候 怎么怎么样 这样那样的 我们小学就读了这个历史 就读了这个 一直读不懂 中学也读不懂 高中也读不懂 大学也读不懂 更不想读了 但是到了我这个五十几岁之后 我再来读这个 我就觉得津津有味 为什么 那就是创业史嘛 这个团体冒起来了 然后这个团体也冒起来了 这个团体把这个团体给消灭 这个灭掉 这团体就没有了 三国时代不是这样吗 楚汉相争不是这样吗 历朝历代改朝幻代不是都这样吗 那个那个朱元璋 明朝的朱元璋 朱元璋当年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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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靠小冥王这一支啊 同样的那个那个张世成也是啊 他们也都是都是以那个 这个冥王出世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弥勒下身冥王出世 都是喊这个口号啊 有人讲是他们是这个是白天教的 什么什么都是其实那个都依托 脚脱宗教了 他们两个等于是同同一个同一个团体的 但是最后要争王位的时候还是